郭云生功力深厚,有半步崩泉打天下之美誉 半步崩泉成了郭氏的绝技 然而半步崩泉原来的风貌是什么样呢? 半步崩泉之半步,即前足前行一步,后足紧跟一步 后足不得超过前足 相对于常人走路后足超过前足之一步来说是半步 崩泉乃行与五拳之一 崩泉从中盘胸腹处发出 没有炮拳那么高,炮拳从上盘发出 骑行短,骑力猛,如崩剑穿心,如山崩地裂 故约,崩泉 郭老崩泉运用时,是前手勾挂敌手,后手发力穿崩 因郭老功力深厚,在家时机恰当,步伐迅速,经验老道 物武林高手与之对垒往往不堪一击 瞬间即被郭老崩泉击中,厉透胸背,心惊胆战 郭云生先生的崩泉有以下部分 一,装弓练习 郭老崩泉必须先占老三体时装,打下坚实基础 此装为行翼全员时装功,普普实用 可练就周身无处不适手,无处不弹簧 此乃比喻,意为身体任何部位都能弹射击打 乃行翼全步传之密,故显为人知 其装法为前足直顺,后足横斜45度 双腿弯曲不可直 竟有曲续而有鱼腿不钉不拔之钉八步也 身呈45度斜面,头要须领顶静 脖子要竖起来,背要紧起来 胸要圆起来,臀要坐起来 腰要立起来,膝要顶起来,提起来 双足力量分布不可平均,要前三后七 但双手力量要均衡,要抬起抱圆 只要张起来,前手鱼眼相平 后手稍稍低于前手 前手肩,鼻肩,足肩三肩相对相照 两手如丝眠,用力如抽丝 急如弓弩拳如弹,神迹一动,鸟难飞 精神,有顶天立地之气概 有一股当官,万福莫开之雄伟 全身暗含松活弹之净力 不可有丝毫之将力奔力 此装日久功身,自然构成 魂恶一体之魂缘整体力 明镜、暗镜、化镜三镜具备 积极之本钱足矣 二,单操势力 站好装后,将双掌变拳 此拳乃空拳 不可握时,似乎内容小圆球 以身带动手臂,缓缓运动 又身子将手耍起来 前手向下回拉 后手从前手手下穿崩而出 前手如钩,勾住敌手 后手如剑,穿射敌心 注意周身运动,移动无有不动 不可局部推动耍弄两手 如此拿着整运动 才有崩拳的整体威力 如此循环往复 进行崩拳势力练习 三,半步练习 前足前进一步 后足紧边一步 所谓前不进 后不随 二腿似乎牵连在一起 不能分散游离 走步时 脚与地面平行 擦得而行 不可时得过高 影响不速 足平起 平落 易如烫泥 步子不可过大 过大不灵不活 要求尘而不僵 轻而不飘 日久攻身 步伐迅速威猛 行动飘忽如风 玉笛锐不可当 手道步也道 打人如玩笑 手道步不到 打人不得妙 四,崩拳实用 郭老崩拳 是拗不崩拳 即打左崩拳卖右步 打右崩拳卖左步 拳语不相拗 拗步比顺步难练 然一旦练成 厉害无比 低防不胜防 郭老崩拳主动进攻时 前手臂披挂敌手 破开敌防御系统 后手穿崩敌人胸腹 重创敌人 例如 敌我对峙时 我突然启动 直扑敌人 前手披挂 后手发爆炸崩拳 往往敌人还未反应过来 即被我崩拳打倒 郭老崩拳反击时 当敌人全向我面 或胸部击来时 我以前必由上网下 往回搂挂敌臂 当敌重心掠尸 或施重前倾时 我后手崩拳骤发 同时 前部闯入敌当部 中门夺敌位 就是神仙也难防 总之 郭老的半步崩拳 厉害无比 有极强的杀伤力 敌被我爆炸崩拳所击 往往伤及内脏 甚至当场逼命 所以 要注意分寸 不可轻易使用重手 欲歹徒才可失手制服 注意权武之道 习武先习德 拿起兵器前 要学会放下兵器 挟之大者 为国为民 匡扶正义 除暴安良 才是习武之人 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武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关注点赞 收藏转发 长按评论 会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 关注传统文化 关注健康 传播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